这个男孩只因吃了三根冰棍 就被医生断定活不过当晚 乐乐到医院的四个小时里 出血从未停止过 持续用血下 医院的血库甚至开始高级 一旦血库全血 孩子的后果可想而知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一个七岁的孩子徘徊在省四县 这天凌晨两点半 一辆救护车急速驶入医院大门 此时的乐乐已经昏迷不醒 送她来医院的是学校老师 据老师回忆 事发是在当天下午两点 当时天气十分炎热 恰巧又是在上体育课 好心的老师便自己掏药包 买了一大大冰棍请学生们吃 不想热极了的乐乐 一口气吃了三根 没多久就感到肚子不舒服 随后吐出一大滩鲜血 胸前的衣服全部染红 老师急忙将她耸到当地医院 可一连输了600毫升血都没用 不仅没有植住出血 连出血原因也不清楚 这才紧急转到上级医院 然而是发距离现在已经12个小时了 乐乐的出血还在继续 不多久主任赶到 原本平静的她 看到脸色惨白的乐乐后 瞬间打起12分精神 急忙将其转到重症监护室 因为病情已经重到 连做检查的时间都没有 但让所有人发愁的是 陪在身边的只有老师 乐乐父母还在赶来的路上 如此紧急的情况 必须要直系情书签字才行 否则医生不敢做手术 此时乐乐的血压 已经降到了70的40 脸色有如一张白纸 完全失去了医食 当护士掀开乐乐的被子时 映入眼帘的景象 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尿不是全都吵了 就全是血 然后从她这个吐出来的东西里面 也都是有很多 也是大量的事 乐乐出血量至大 连尿不是都大事了 通常情况下 病人出现吐血的现象 血又呈现鲜红色时 医生一般会考虑上消化到出血 但乐乐是上吐下血 出血量极大 很有可能有多出出血点 然而仅仅是检查了两分钟 乐乐血压就掉到了50的30 当过医生的都知道 一旦血压往下掉 等待她的就只有死亡 你赶快去 把那个血标笔送下去 为了解约时间 护士几乎都用百米虫刺的速度 一路跑到血库 容不得半点迟疑 很快血库医生用最短的时间 将血红和血浆配置完成 随着1200毫升血液输进去 才将乐乐的血压回升到70多 同时往胃管和静脉注射 大量支血药物 可谁都没想到 乐乐血压回升不到半个小时 危险又再次发生 医生先开杯子 刚刚才换的床单 但瞬间又被鲜血进食 从一二十多年的金主任 也不由得感到脊背发凉 对于小孩子来说 每小时失血七八百毫升 简直恐怖 一旦停止输血 乐乐就会立马死亡 两个小时后 乐乐的父母终于赶到了医院 看着昏迷不醒的儿子 夫妻俩还没反应过来 而主任紧接着的一番话 让他们瞬间崩溃 握着儿子冰冷地享受 夫妻俩心如刀角 他们不敢相信 前一天还在通电话 还在叫爸爸妈妈的儿子 如今却徘徊在鬼门关 当得这孩子是因为吃冰棍导致的 夫妻俩更是自责不已 如果他们不狠心 乐乐也不会有事 夫妻俩有两个孩子 大女儿十四岁跟着他们 而一岁的乐乐则 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就在乐乐六岁即将上学时 乐乐父亲为了锻炼孩子 居然把年幼的乐乐 送到安徽一家全封闭的文武学校 就算到了节假日 夫妻俩也不一定间得到孩子 学校孩子太多 老师管不过来 孩子本身又没有自控能力 他只觉得冰棍好吃 一连吃了三根才导致悲剧发生 深深看了一夜儿子后 夫妻俩连连不舍地走出重症监护室 因为他们知道 这或许是见儿子的最后一面了 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半 乐乐已经在给医院抢救了四个小时 并且一直未结束 医院里和乐乐血腥匹配的血液也全部用光 同时派医生到血栈拿的两千毫升血 也只管了不到三个小时 乐乐输血量已经达到近人的五千毫升 相当于全身换了三遍血 输血指标不能治本 找不到止血点止血 再多的血也无济于事 眼看终于到了上班时间 金主任立即召集各科室主任进行全院会诊 经过讨论 摆在他们面前的似乎只有手术一条路 剖开乐乐的肚皮 在长长的消化道里 手动寻找出血点并进行止血 但对于这个手术 在场的医生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手术需要麻醉 可一麻醉孩子的血压就会下降 孩子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胎 但不做乐乐必死无疑 听到种种风险父亲崩溃了 最终还是母亲签下了这重于前进的名字 医生揭开纱布 肚子上比蜈蚣还长伤口瞬间映入眼帘 而这一切都是三根冰棍造成的 那么冰棍和大出血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此时的乐乐已经奄奄一息 因为探查不到出血点 医生只能做剖腹手术 但在剖腹前 主导医生还是想努力一下 毕竟剖腹后的伤疤将伴随孩子一辈子 然而小肠镜刚伸进体内就被护住了 满眼可见的全是红色 冲洗过后血又涌了上来 很快乐乐的胃部和肠子都包围在医生眼前 但仅用肉眼观看 根本找不到出血点 无奈之下医生只能将乐乐的胃切开 一点点翻找寻找出血点 然而随着胃部切开 本就血压极低的乐乐 再次下降 主导医生立即安排人员 用人工解压的方式 将血液带立的血液 强行且快速地挤进乐乐体内 两分钟后乐乐血压开始回升 手术得以继续 很快经过探查 医生在十二指肠的球部 发现了一个直径约一公分的溃疡面 稍微一浅了 就看到指肠球部后鼻 那根正在疯狂飙血的血管 我们发现这个血管虽然非常细 但是这个血不停在出 就是这根看似微不足道的血管 让乐乐损失了超过六千毫升血液 找到出血点后 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 手术顺利完成 术后第七天 乐乐渐渐恢复 只是肚子上刻不得疤痕 预示着她刚刚经历了一场劫难 据乐乐回忆 阴天气炎热一根冰棍不够解馋 所以连吃了三根 而冰冷刺激的食物 一旦大量地进入肤墙 原本就因为燥热扩张的血管 受到刺激后紧急收缩 反复扩张收缩下 导致血管经乱破裂出血 这也是乐乐消化到大出血的原因 但病情如此严重 还跟乐乐的十二指肠溃疡脱不了关系 医生表示儿童消化到溃疡属于常见病 大多是由于孩子没有自治理 饮食习惯不良或使用大量垃圾食品导致 并且儿童消化到疾病早起症状并不明显 容易被家长忽视 年仅六岁的乐乐 被送到全封闭的学校学习 自然没人在意这些 想起刚刚的经历 孩子父亲都后怕不已 这以后都不会把它转那么远了 这就是这些